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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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點點老師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介紹一些 如果你長的很尷尬 或是頭髮長得很尷尬 你可以怎麼去處理你的頭髮 讓你可以出門比較漂亮亮的 首先想要先示範給大家看的是 現在流行的要捲不捲的捲髮 因為其實近幾年我們都在幫別人做頭髮的時候 我們都注意到說 其實現在的不管是藝人或是博客或是網美 他們大家都走一個自然路線 自然情形的路線 那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就是 怎麼樣的捲可以很自然 首先我們可以先在表層的地方 抓比較小撮一點的頭髮 那我們可以用繞捲的方式 但你間隔可以大一點 記得髮尾不要吃進去 它這樣子捲起來的效果就會很自然 然後你的膨度也夠 彈性也夠 空氣感也夠 就像這樣 那你在表層多捲幾撮呢 它的效果就會更明顯 但是建議大家說 像如果我們是比較 內沉一點的頭髮的話 我們就可以做分區 你可以把裡面的頭髮 就是用分區的方式 那裡面的量就可以大把一點 可能我們可以一次可以抓大把一點的頭髮 才去做捲露 看一下是不是很自然很鬆 那有時候呢 我們出門 不一定要真的要綁頭髮 或是要弄得很花俏 有時候其實一個小夾子 就可以點最新的造型 那我今天是選一個 比較夏天的顏色是黃的 那夾夾子其實有很多小技巧 好先示範我們勾右邊好了 有一些人就是喜歡把整個勾乾淨 但其實這樣會很死 你整個夾一片起來會很黏 可以夾一次給大家看 這樣就會很扁很死 頭型會不好看 所以有時候我們其實可以 把它先撥鬆 好先固定好這邊 抽一點點小鬚鬚下來 還有最重要的這裡交界處 瀏海跟主要頭髮側邊的交界處 一定要抽一點點的小鬚鬚出來 整體頭髮才會自然 然後我們這邊一定要壓緊 那夾子的位置就是下在壓緊的地方 你看 撇下去 結束 好 好的現在要教大家如何把很鬆很自然的夏天馬尾 那第一個呢 因為夏天我們其實很多時候會流汗啊 會出油的問題 所以我們第一步一定要先處理好你的頂部區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先用吹風機把左右的毛流都吹膨吹鬆 或是如果你的手邊都沒有任何工具的話 你就是用撥的 或是你就下去再上來 也是可以的 好 那我們先把頭頂撥鬆之後呢 就開始好好的 把旁邊的小鬚鬚開始抓起來 記得其實都可以不用用梳子 用手撥就好 用手的線條是最自然的 然後記得剛剛我們 我們瀏海跟主要頭髮區域的部分 也一定要把連接處抓鬚鬚出來 整個頭髮鬆度才會做出來 這邊左右邊都一起裝 然後抓完了之後呢 就可以把它綁起來了 今天選了一個很可愛 有點珍珠小姐姐 還有夏天很重要的美絲 那綁完之後記得後面一定要 放一點線條出來 你後面的頭型才會漂亮 有時候我們也可以把鏡子放在側邊 因為我們頭型最重要的就是 這邊從頭頂到下面 是要有一個問號 才是漂亮的東西 所以大家也可以綁完頭髮的時候 照個鏡子 確定一下 你是不是一個問號在你的後腦上 好 完成 好 我們現在要教如何綁半頭 首先呢跟剛剛一樣 我們一定要先把這個 顶戶區的毛流順自然 因為有時候我們都會有一些奇怪的自然分線 那這樣綁起來就會不好看 那你綁半頭的話 我們這樣可以不用抓太多 大概可以抓 這樣子 下面可以留多一點 沒有關係 那現在一樣先用手 把你的位置抓出來 因為綁半頭一定要綁到有一定的高度 才會可愛才會年輕 所以一定要往上抓 然後我們就可以找一個橡皮筋 先把它固定起來 半頭馬尾就好了 再來 最重要的也是 就是要把這邊的線條拉出來 這邊 才會像自己手抓出來的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後面的地方 有的頭髮也不會到太多 下面的頭髮比例這樣也比較剛好 那位置因為夠高 所以看起來也比較活潑 比較年輕 剛剛我們已經把半頭綁好了 其實半頭呢 你還可以再延續下一個很可愛的髮型 就是半丸子頭 那半丸子頭呢 我們可以先把剛剛綁好的半丸 繞繞繞 可以看你當初捲髮的方向 來去決定你要順時鐘還是逆時鐘 那我們在繞的時候 可以慢慢的 往肌底去整理 然後再把這邊髮尾 用夾子固定起來就可以了 那下夾子的時候 也記得 要把這一片 剩下的頭髮 跟你原本 底部的頭髮 縫合 就是把它縫起來 這樣半丸子頭就完成了 其實我覺得 有時候我們半丸子頭 不一定要把它繞得很圓 因為像大概上一個世紀 就是流行 比較遠的形狀 那我們現在就比較流行 這樣有點簡簡的 這樣也比較可愛 比較時尚 嗨 要是什麼時髦 要再說一個 是是是是是 時髦 時髦 耶 超可愛